在一户普通的人家中 父母把年仅14岁的儿子关进了一扇铁门里 然后不顾儿子的苦苦哀求对他进行逼问 你妹妹到底去哪呢 原来这天当夫妻俩回到家里的时候 竟意外地发现年仅7岁的女儿不见了 而且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后来当夫妻俩询问起儿子妹妹下落的时候 儿子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从床底下掏出了一个沾满了女儿头发的发甲 看到这一幕夫妻俩对视心就凉了半截 那个发甲是女儿最喜欢戴的 为什么会如此诡异地沾满头发呢 女儿的失踪到底和他们的儿子有什么关系 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实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要从这个艰难的家庭开始说起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对夫妻都是很普通的人 丈夫名叫宾登义 妻子名叫谢翠华 夫妻二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结婚以后为了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 他们选择了去往县城里奋斗 经过两人的一番打拼 虽然生活不算很富裕 但总算在县城里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家 就这样夫妻两人在县城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他们也先后养育了一儿一女 虽然生活比较平淡 但夫妻二人的感情却一直很和睦 基本上从没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闹红过脸 平时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夫妻二人可谓是煞费苦心 尤其是丈夫宾登义 基本上是什么活赚钱多的就去干什么 而且从不叫苦叫累 可是命运并没有眷顾这对勤劳努力的夫妻 他们的儿子一出生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说难听一点就是他们的儿子不是正常人 其实他们的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和别的婴儿一样可爱 他们还给儿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杰 可是随着小杰慢慢长大 夫妻俩发现儿子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 在小杰三岁半的时候 他就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现象 他经常会用手去扯自己小伙伴的头发 甚至还会用手去打别的小朋友的脸 这个现象让夫妻俩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们压根就想不明白为何儿子会变得如此暴力 在后来就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小杰了 无奈之下 夫妻俩只能一直把小杰带在身边照顾 这样一来 夫妻俩便不能再专注于工作 每天都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儿子小杰的身上 然而小杰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 反而是呈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倾向 一旦小杰的病情发作起来 基本上是一种六亲不认的状态 只要看见人就会上前去对人家拳打脚踢 可是小杰毕竟年幼 身体也算不上很强壮 所以他经常就会反过来被别人殴打 很多时候只要夫妻俩不在小杰身边 小杰就会被别人打得浑身是伤 对此夫妻俩是毫无办法 他们也曾带小杰前往医院进行过诊断 但是治疗所需的费用他们压根承担不起 就这样小杰的病情被耽搁了下来 他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为了防止小杰发病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深感无奈的夫妻俩只好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 每次小杰病情发作的时候 他们都会将小杰给控制起来 然后用绳子捆住小杰的双手 再把他关进家里自制的铁门里面 这样一来就能有效避免小杰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 不过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 尚且年幼的小杰的心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每次都会在铁门中哭着请求父母放他出来 然而母亲谢翠花每次都会强忍着泪水 坚决不放小杰出来 看着铁门中双手被紧绑失去自由的儿子 谢翠花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然而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受苦 在小杰七岁那年 夫妻俩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幸运的是他们的女儿是完全健康的 他们给女儿取名为月月 把所有希望都重新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 看着女儿一天天地长大 夫妻俩的内心总算得到了一次安慰 他们也重新对生活燃起了一次希望 可就在女儿七岁那年的一天 意外却发生了 当天因为谢翠花的脚受了伤 丈夫宾登义就准备带他前往医院治疗一下 当时他们打算把家里的女儿也一起带去 可因为女儿还有作业要写 所以夫妻俩就把女儿放在了家里 为了防止家里的儿子发病给女儿造成伤害 夫妻俩临走之前 就用绳子把小杰的双手给捆了起来 可是等到他们返回家里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二人愣在了原地 家中空无一人 遍地都是散落的课本 在家中写作业的女儿和双手被捆住的儿子都不知取向 这一幕可吓坏了夫妻俩 他们赶忙出门去寻找儿子和女儿 结果大半个村子都跑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 傍晚的时候 儿子小杰回到了家中 可是女儿月月依然不知取向 月月当时正是贪玩的年纪 按理说在外面玩时间久一些也情有可原 可是直到天黑夫妻俩 还是没等到月月回家的身影 夫妻俩赶忙打探女儿的消息 从邻居们的口中 他们得知了这么一个情况 原来当天下午邻居们看到小杰在追着月月跑 并且还一直拿手去抓月月 甚至后来还动手打了月月 这个消息让夫妻俩顿时就把月月的失踪归结到了小杰的头上 他们认为可能是小杰并情发作把月月给打跑了 于是夫妻俩赶忙回家询问小杰妹妹的下落 可是小杰并没有说话 而是做出了一个诡异的举动 直接小杰从床底下掏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发夹 上面沾满了头发 甚至还带着丝丝血迹 母亲谢翠花一眼就看出那是月月的发夹 此时她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小杰对女儿做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 很明显小杰一定和月月的失踪 失踪脱不了干系 她很有可能知道月月的下落 可是就在他们对小杰进行追问的时候 小杰却再次病情发作了 并且用手不断地去击打母亲的面部 看到这个场景 父亲丁登义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连忙找来绳子把小杰的双手给捆了起来 并且随后把她关进了铁门里 被束缚住的小杰很快就恢复了清醒 开始不断哀求自己的父母 放我出来 我想出来 我再也不敢了 对不起妈妈 看着被关在铁门中的儿子 谢翠花的心理也很不好受 可是她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最终在这场较量中 还是母爱占了上风 下一秒谢翠花就打算打开铁门 把儿子放出来 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丈夫的阻拦 本来小杰这些年就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 现在懂事乖巧的女儿又失踪了 做父亲的自然是难免有些情绪失控 以往小杰发病做过的种种事情都依附现在她的眼前 宾登义的心里涌起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相信很多人看到小杰被捆住双手 关进铁门中会觉得很可怜 但如果你知道她这些年也为发病惹出的麻烦 你就会明白宾登义和妻子的举动实属无奈之举 有一次宾登义骑电动车带着儿子和女儿外出 可坐在车后座上的小杰突然发病 拿起车上的车索就朝妹妹的头上砸了过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不仅差点导致了一场车祸 也差点让月月的头部遭受重伤 好在宾登义及时反应过来 用胳膊挡住了小杰砸过来的车索 同时也稳住了车身 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的发生 类似的事情并不是一次两次 只要夫妻俩稍有疏忽 小杰便会对自己的妹妹下手 而这只是小杰在家里发病的情况 如果她在外面发病的话 那后果更是不开设想 有一次夫妻俩带着小杰去参加宴席 结果小杰突然病情发作 疯狂地冲着附近的一个婴儿捶打 最终这个婴儿直接被小杰当场打死 围观者无故为之震惊 还有一次 小杰差点把邻居家的孩子给掐死 如果不是孩子的家人及时赶到的话 想必又有一条生命要葬送在小杰的手里 可以说小杰这些年是犯下了累累的罪行 虽然父母一直没有放弃的 但对受害者家人做出的高额补偿 早已让这个家庭负债累累 其实小杰的病也并非无药可医 早在她童年的时候 医生就给出了具体的治疗方案 但20万元的治疗费用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夫妻俩即使不吃不喝 也很难攒够这20万 他们甚至连几千块钱的医药费 都承担不起 无奈之下 他们只得放弃治疗 也许正是因为 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小杰的病情才会越来越严重 直到出现今天这种 无法控制的情况 可是以当时那个家庭的条件 他们是没有能力 负担高额的治疗费用的 也许这就是命运 最捉弄人的地方 可是如今女儿 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 夫妻俩的心理 也是越来越不安 他们只能把寻找女儿的希望 寄托在了小杰的身上 在小杰恢复理智之后 夫妻俩便把小杰从铁门里放了出来 然后让他指出妹妹的去向 可是小杰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为了尽快弄清楚女儿的下落 夫妻俩只好带着小杰走出了家门 希望他能回忆出当时妹妹的去向 可刚走出家门没多久 小杰又再次发病了 无奈夫妻俩只能把他带回家关进铁门里 为了让小杰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 夫妻俩也只好给小杰服下了一些镇静类的药物 很快吃完药的小杰又慢慢冷静下来 然而下一秒小杰的举动 再次出乎了夫妻俩的意料 只见他拿起身旁的水果刀就要朝头上砍去 并且嘴里还在说着一些不想活了之类的话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夫妻俩都吓坏了 他们赶忙夺下小杰手里的刀 母亲谢翠花更是忍不住抱着小杰痛哭了起来 其实从小杰的一些表现中 我们是可以看出他对妹妹的内疚的 可能在他心里很明白是自己导致了妹妹的失踪 但他又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其实小杰的内心也是很矛盾的 他自幼就承受着疾病的困扰 从没享受过正常同龄人应有的快乐 他身上的疾病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拖累 但其实对小杰这个孩子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呢 对此宾登义是顾不得这么多的 此时他的心完全放在了女儿的身上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女儿的下落 等到小杰恢复了理智之后 宾登义带着他又走出了家门 他认为一定是儿子把女儿给伤害了 这边宾登义焦急地希望小杰能说出妹妹的去向 可另一边小杰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这让宾登义心头的怒火愈烧愈烈 求女心切的宾登义 甚至直接带着小杰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然后一把将小杰推进了一个土坑里 顺势就要把小杰给活埋了 而宾登义之所以要这么做 只是希望小杰在情急之下能说出妹妹的下落 但没想到小杰却是放声痛哭了起来 我能治得好的 你为什么要把我埋了呢 听到儿子的这句话 做父亲的顿时心如刀绞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又怎么舍得去伤害其中任何一个孩子呢 我将一和你怎么想买过来呢 然而内心在焦急此刻 宾登义也是毫无办法 这个大男人竟然也急得落了泪 一下跳入坑里抱着儿子就哭了起来 很快妻子谢翠花也是赶了过来 当他看到坑中的父子二人时 也是庆幸宾登义没有一时糊涂做出错事 其实这并不是宾登义第一次产生这种可怕的念头了 由于小杰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给他人带来伤害 光是给他摆平这些事就已经令夫妻俩焦头烂额了 后来宾登义就想到了安乐死的方法 希望能通过这种相对人道的方式来结束小杰的生命 可是在我国安乐死的做法是不被提倡的 在了解了相关的规定之后 宾登义知道安乐死是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后来他就产生了要把小杰给活埋了的想法 这种做法自然是极不理智的 谢翠花也曾多次阻止丈夫的这种做法 并且不断劝宾登义早日打消这个念头 他生怕自己哪天不在的时候 丈夫冲动之下就会把儿子给活埋了 虽然谢翠花一直在劝导丈夫理智 但他自己其实也不是一直能看得开的 他也曾产生过一些极端的想法 有一次谢翠花就买来了高浓度的农药 准备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好从此摆脱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 好在谢翠花的这一举动也是及时被丈夫给发现了 这才没有出现那种悲剧性的结果 可以说自打小杰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之后 夫妻俩就再也没过上什么安生日子 他们每天都在担心小杰什么时候会发病 并且还得随时准备去解决小杰留下的烂摊子 这样的生活无疑是看不到希望的 如果不是夫妻俩互相扶持 这个家庭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宾登义在目睹了妻子想要喝农药自杀的举动后 也是做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决定 他提出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而宾登义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妻子带着女儿去过正常一些的生活 然后把儿子留在他自己身边照顾 我们不知道宾登义做出这样的决定会是多么心痛 也不知道他会在离婚后对儿子做些什么 总之他的出发点是值得每个人敬佩的 丈夫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牺牲 做妻子的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他一个人受补呢 对于离婚的提议谢翠花自然是没有接受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丈夫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艰辛 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都会和丈夫一起面对 如果没有小杰的病的话 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可是也许小杰的病是上天对这个家庭的考验 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人在逆境之中会爆发出多么惊人的任性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家庭完整的基础上 如今女儿月月还不知去向 这让宾登义和妻子如何能安下心呢 就在夫妻俩对此感到束手无策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找回女儿的时候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了过来 别找了 你们的女儿回来了 快回去看看吧 听到这句话 宾登义和妻子赶忙跑回家去 结果发现月月正安然无恙地站在家里 看到女儿没事 夫妻俩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后来在月月的讲述下 夫妻俩这才弄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事发当天 夫妻俩离开家之后 小杰就提出要与妹妹玩耍 同时她还要求妹妹为她解开手上的绳索 对于哥哥的这个请求 乖巧善良的月月自然不会拒绝 立刻就帮哥哥解开了绳索 可是小杰的绳索解开没多久她就犯病了 然后就出现了邻居们看到的那一幕 小杰一直在追着月月打 最后慌乱之下的月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而在被小杰追打的过程中 月月头上的发卡也被连带着一些头发给耗了下来 幸运的是有个好心的人发现了迷路的月月 而且这位好心人还给月月饭吃 并且留她在家里住了两天 等到打听到月月家住址的第一时间 那位好心人立刻就把月月送了回来 虽然结局是圆满的 但夫妻俩依然对此是心有余悸 他们再也不敢让月月和小杰单独待在一起了 可对于自己差点遭遇危险的是 月月自己却看得很开 她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哥哥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哥哥有病 不仅没有半句怨言 反而是觉得有些心疼自己的哥哥 面对如此懂事体贴的妹妹 小杰也是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愧疚 同时她也在心里渴望自己的病情能有好转的一天 这样到时候她就可以照顾爱护自己的妹妹了 也能帮着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 从而弥补这些年给家人带来的磨难和痛苦 经历了这么一桩意外的小插曲以后 宾登义和妻子也是抗开了一些 他们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力把小杰的病给治好 后来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也是被当地记者报道了出来 社会上有许多好心人都对他们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很快他们就凑齐了小杰所需的治疗费用 相信不久之后 小杰就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这一家人的苦难也即将成为过去 走过了这么一段经济之后 相信一家人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们衷心祝愿小杰的身体能早日康复 同时也希望这个备受煎熬的家庭能早日走出困难的泥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